面对法眼大师的贫乎小欲 缘无事 只要禅朗认得生 召觉克勤大师 也写了一则开悟的记子 最后两句是什么呢 少年一段风流逝 只许家人独自知 也就是说 正如我们每一个人 少年时代 面对着女同桌 男同学 少男少女时代的风流运势 只有我和那个他知道 也只需要我和我的那个他知晓 至于说物与不物 成不成佛 同样 只有我和佛知道 也只需要我和佛知道 如此说来 禅宗 岂不是自我的佛法 但是要找回这个自我 又必须怎么样 破除自我 因为一个人 最容易执着 最难破除的恰恰就是这个我 因此破我执 才能知真佛 不过 这不是很容易 而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 比如 传宗的另一则公案 有一位法号叫玄姬的尼姑 自认为呢 做到了 破除了我执 其实呢 是尼姑 没有破除 话说这个玄姬是谁呢 有人说是六祖惠能的女弟子 也有人说呢 是惠能大师法四 永家玄爵的女弟子 所以呢 这个公案 也记载在武登会员 公案是这么说的 有一次啊 玄姬啊 去见和尚雪峰大师 有人说这个雪峰呢 是雪峰义存 但是呢 雪峰义存啊 他是德山宣建的弟子 要算是禅宗的七世 玄姬呢 少说也得算是三世 辈分上差得远 因此啊 也有人认为 这个小故事当中的雪峰 不是雪峰义存大师 而是另一个雪峰禅师 这个呢 我们暂且不去管的 总之 玄姬师太 见到雪峰大师以后啊 也开始了 一段千古铭记 就是说 两人的交锋 也是千古流传 说这个 见面之后 雪峰大师就问 展文师太 从哪里来呀 玄姬就说啊 从大日山 大大的日头 大大的太阳之山来的 雪峰说 那请问大日山 也出太阳吗 玄姬接着说 是啊 要是出太阳 那就融化了雪峰啊 哈哈 山峰上的雪 会被日头所融化 雪峰大师一听 来者不善 问你那儿出没出太 你这太阳一出来 把我这化没了 厉害 接着 就问 师太的法号 玄姬回答说 法号玄姬 雪峰大师 抓住一根草 继续追问下去 请问师太 这架玄姬 一天能织多少步啊 你不是玄姬吗 你这台机器 一天织多少步呢 玄姬的回答 也很雷人 你要问我有多少 我是寸丝不挂 一点都没有 你看 我这回答 是不是符合禅宗的要旨 我都寸丝不挂 心无挂碍了 我在你和尚面前 可以赤条条来 坦诚相待了 就看你 雪峰 怎么样对答了 很显然 这个寸丝不挂 是什么 是一与双关 即便你把我认成是织不羁 那也没关系 我一根丝也不织 我这个人呢 也一丝不挂 因为怎么样 哪怕 你把我看作是女人 但对不起 我已经彻底的忘我了 我都没有了 我还穿什么衣服 挂什么丝 我已经做到大彻大悟了 所以两下交锋 表面上看来 雪峰落败了 说完这话之后 行了个礼 玄机就往门外走 雪峰大师呢 起身相送 玄机在前面走 雪峰在后面送 走了几步以后啊 雪峰大师 突然说 玄机师太 您的袈裟 脱在地上了 玄机 这个时候啊 马上回头看 哦 是吗 哎呀 袈裟拖到地上 虽然不好 可是这个时候的玄机师太 才认识到 哎呀 坏了 在这一场交锋中 最后的胜利者 变成雪峰了 果然 雪峰大师 呵呵一笑 事态好一个 寸丝不挂 好 我们今天 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捧场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再讲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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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